朋友们,我单方面宣布这是今年最尬的综艺节目 但不要误会,这个尬不是想让你立马转台的那种深尬 而是让你欲罢不能感同身受面露难色脚抠城堡 同时又控制不住要继续看下去的那种尬 接下来你将看到李成如不屌蔡康勇 李成如狂怼逼之飞 观众影评人护对,影评人评委护对 其中还穿插着老实人吴振宇 这个节目没有受到市场的献祭 怎么都有什么,还有人给钱给你 太好了,导演是最不需要专业技能的 灯不懂打灯也可以不懂写剧本 可以不懂摄影,不懂配乐的岗位 自带自愿的韩雪仁 同场导演心里致寒MMP 这次就是整个的摄影 邀请了张艺谋导演 长年合作的也是奥斯卡 最佳摄影提名的郑晓丁老 全班的摄影灯光人马来保家护航 然后音乐呢 韩红老师来做了全片的音乐 然后音乐也已经做完了 这就是额场的新综艺导演秦指教 16个导演 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拍摄15分钟的短片 接受4位制作人 几十位影评人 演员和100多位观众的投票和点评 这个综艺这容易出来 你就知道不一般 怎么说呢 疑惑微妙期待质疑惊讶 五位杂陈 蔡康勇摸爬滚大几十年的老综艺人 鲍贝尔寒雪 吴振宇这种已经很有名气的演员 还有竹梦演一圈的导演毕之飞 华谊兄弟老板王忠磊的女儿 名媛王文也 整个就很迷你知道吗 但是啊 以上这些名单都没有下面这一位惊人 观景鹏 就是拍出了蓝宇 软淋浴胭脂寇的观景鹏 我直接傻眼 他还需要参加惊眼类的综艺吗 此外这个演员的阵容也是非常的可观 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啊 就是让导演们入场邀请自己感兴趣的演员 很快啊 李承如和蔡康勇就带来了节目的第一个高潮 有些观众可能要问 啊蔡康勇也是导演吗 没有错 2017年他拍了一部痴痴的爱 小S灵志玲主演 多半评分5.3 票房2000多万 据说是学亏啊 蔡康勇呢 准备了一个金剧题材的剧本 上来咔咔一顿 讲自己作品的概念啊 因为李承如呢 对金剧很有研究 蔡康勇认定了 他就是自己要找的男主 喊李承如去小黑屋聊聊 李承如呢 死活就不同意跟他去 说要看完整的剧本 我寻思在节目组的规则 不就是感兴趣就去小黑屋聊聊吗 金剧聊聊和细看剧本也不冲突啊 这个时候明眼人应该都看出来了 李承如他就是不想跟蔡康勇合作 蔡康勇呢 不知道是没看明白 还是为了节目效果 还在那邀请呢 使出了自己训练了几十年的三挫不烂之蛇 推拉了三回都没有成功 果然啊 后来另一位李承如感兴趣的导演 吴中天出来的时候 人都没邀请他 他就毛遂自荐地跟着舞蹈进小黑屋了 看着蔡康勇那是一个羡慕啊 蔡康勇后来又几次猛cue李承如 每一次邀请的就被李承如捅一刀 你进去聊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可以吗 可以 不不不不不 我是真服了 看歌啊 不愧是娱乐圈的老人啊 即使都已经这么尴尬了 还在帮节目做效果 脸呢虽然小垮 但马上就调整回来了 还有一位呢 名叫钱宁皇的导演 整个呢就是一个射孔 连镜头都不敢看 他上台邀请演员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伪纪录片形式科幻版小时代 几个年轻演员来劲了 特别是孟子依 眼睛发光啊 但这个导演呢 他就想找一个男演员 所以被孟子依的热情吓到了 甚至都不敢抬头看他 孟子依第一轮惨遭滑铁炉之后 没过一会儿他又贡献了一个尬点 他跟吴振宇是戏 是的是想见你 孟子依呢要表演一段 女主回到十几年前 突然见到已故男友的情节 这个戴若木鸡的表演啊 把吴振宇给整迷惑了 哎呀把我给整笑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选演员的环节 咱们就看到这儿 其实原片中呢 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尬环节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品味一下 来到这个影片播映环节 首先登场呢 是向国强的哪吒闹海 和鲍贝尔的哪吒 是的 他俩撞题材了 有一说一啊考虑到时间上的约束呢 这两个片子都还可以 及格分呢绝对是有的 但没有多惊艳 向国强的哪吒闹海呢 引起了评委席上方丽的吐槽 这个方丽说啊 哎你这个短片里面没有情感啊 专业影评人区 有一位大哥坐不住了 直接回怼 说这个短片的情落在了父子头上 导演讲得明明白白的 镜头都给到特写了 你自己没有看到啊 哎呀这一顿回怼啊 给方丽怼的脸都拉到地上了 随后呢王金出来说话 不知道是为了维护方丽 还是真的心有感悟 对向国强说了一句 你还想不想成功 就你听他的比听他的好 哎我去啊 这句话直接又把影评人给点燃了 因为王金不做王家卫嘛 气得王金来了一句 那几个人害死他 我觉得是 鲍贝尔版本的哪吒呢 现场效果不错 鲍贝尔说敢言的时候呢 就提到自己有些忐忑 直言啊 影评人团里面有一个 出了八期视频 骂他的影评人 这位影评人叫做远叔叔 他也挺给面子的 给鲍贝尔今天的作品一顿夸 但很搞笑的是啊 他为了缓和一下气氛 对鲍贝尔说 虽然你嘴上这么说 但我知道你们电影人心底 还是很希望获得 我们影评人关注的吧 哎吓得鲍贝尔啊 频频摇头 第二组上场的导演呢 是梁龙和毕志飞 毕志飞就不用我说了吧 吐槽界的天王巨星 2.2分 竹梦演艺圈的导演 不熟悉梁龙的观众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摇滚乐团 二手玫瑰的主唱 此前呢有女装出圈过 他的黑白默片啊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有一票影评人认为 哇这就是艺术啊 但观众不喜欢 分分头离场票 导致这部短片啊 在现场根本就没有放完 本来呢 对这个片子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呢 是完全合理的 大家呢也在各输己见 但这个时候 有个别影评人 开始教观众做人了 大一就是说 你们普通观众理解不了 这样的作品 就要来听听咱们影评人 来给你们解说一下 而不是直接否定 你们需要提高一下 自己的审美水平 而不是质疑导演 这就很令人火大了啊 观众想看啥 真的不需要任何人来教 这个时候呢 观众席里有一个 朴素的大哥 用朴素的语言 直接回怼 质地有声啊 就像去搅甘蔗 要去吃人家搅过的 然后我再去搅第二遍 那有意义吗 你不懂我 你就很low 我觉得这并不是很高档 很成功耶 差点没把屏幕前的握给爽死 然而尴尬的是啊 影评人给梁龙 这一顿唇枪舌战的维护 最后放票的时候 竟然观众投票和专业投票 都没及格 现场直接教梁龙做人了 毕之飞出场的时候呢 也非常精彩 说实话啊 他刚出场的时候 我还有点可怜他 节目组找他来呢 有当炮灰之嫌 但是看完了他的指导过程 我算是彻底明白 他为啥能派出竹梦演艺圈了 一点都不冤枉 节目组只给了两三天的拍摄时间 他上来呢带着极稿剧本 和一套不匹配的人物小传 跟演员们开会 解释自己为什么手上有极稿剧本 把极稿剧本里的不同点一顿说 把演员都给绕晕了 还跟演员们说 来今天我们就来开个会 现场聊出最终版 剧本这东西 是能跟第一次见面的演员们 聊出来的吗 导演这种操作啊 只会让演员感到很心慌 接着呢 毕之飞又带着演员们去片场试戏 由于服装和器械都不到位 演员不想试啊 认为没有意义 他就妥协了 说那要不然来回走两下也行 演员呢就开始在片场里来回走 他这个时候却信不在业呢 开始用起了手机 演员们就很不爽啊 说导演你这样搞没有意义啊 结果毕之飞就说 那行 那我们就来真正的演一遍 亲自上场倒戏啊 结果他剧本的版本都搞错了 这个时候大家不是 他其实知道你们俩是那个 是是是那个 那个咱们是怎么设计的来着 不不不不 我们我们今天后来最后说了 是不改剧本 不改剧本 那就说 你还是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 他记得那些 他要听一下不知道 总而言之啊 他就是一个既没有领导力 又没有统筹力的导演 然而他接下来的操作 才真是让我直呼震惊 毕之飞选择改编 经典老电影小城之春 由于年代久远 我估计现场很多观众都没有看过 我也没看过 有一说一啊 成片还不错 情节取景打光演技 这个短片都有 他也因此呢 在现场大受表扬 现场他都激动的哭了 本来是一出咸鱼翻身正能量剧情 被他自己的一张嘴给毁了 毕之飞在众人的表扬中逐渐找回自信 开始聊起了创作理念 补充一下 他是北大的电影博士 但与此同时呢 专业影评人席里面 有一位电影教授 教授一听这聊理论就来劲了 指出呢 毕之飞口中的理论 和短片中应用的不相符 简而言之啊 他在胡扯 这短片呢 估计也是误打误撞 拍成了合格的效果 这个时候李承儒也坐不住了 一语道破真相 直言毕之飞这个短片 就是把老板的小生之春 照抄了一遍 根本没有自己的东西 说到这里啊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节目的玩法 就是将经典的老IP进行改编 其他导演的改编幅度呢 都特别大 相国强和鲍贝尔啊 是把哪吒搬到了现代 梁龙呢 是把科幻片《疯狂外星人》 改成了黑白末片 但毕之飞这个啊 真没啥改动 所以呢 他的创意内核 整个是缺失的 毕之飞听完李承儒的点评 一下就慌了 这里我说一下我的猜测啊 我倒没觉得毕之飞有这么精英 我觉得他是本质上 就不具备创作者的思维模式 节目组给了他一个IP 他下意识的 就是想把原作翻拍一遍 而不是像一个 真正的创作者一样去思考 我怎么能在翻拍中 加入自己的东西 简而言之呢 他就是一个没创意 没领导力 没统筹力的导演 所以我说啊 竹梦演艺圈 就是个必然产物 这个节目呢 我整体看下来 最服的是综艺导演 他这一场综艺大戏啊 比目前出场的 四位导演的短片 都要精彩 是个人才 以后呢 如果还有精彩的情节 我还会继续跟的 今天就讲到这儿咯 网络一线千 相逢既是圆 给个三连支持一下 就行了 我们看下来 吧 好 好